看着一颗颗金黄色的汤圆下锅 就代表冬至又到了 不过这特殊的蜂蜜汤圆 外面可是买不到 这可是一群阿公阿嬷和李一起动手做的 先将做汤圆的面粉揉散 再撒上花粉将面粉变成金黄色的 最后加入新鲜的蜂蜜 再将面粉揉成圆球状 下锅一煮 蜂蜜汤圆就完成了 我很叫红的啦 红的跟白这样 红过这样的吗 红过这样的 没有红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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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不红的 风农将花粉一汤匙接着一汤匙 不计成本的加入板团 让这些老人家把搓汤圆的活做得更起劲 再跟蜂蜜一起煮成一大锅养生甜汤圆 让老人家甜在嘴里暖在心里 这是台东养风陈老板发挥爱心 邀请许多老人家们一起过冬至 才发明出这特殊的蜂蜜汤圆 老板还为这个汤圆取了一个好听的名字 祝凯夜市里就像黄金金黄色的 我们是我们的 我们是和我们是和这个黄金发挥的特殊 吃健康的就对了 因为我们的发粉发米都是天然的东西 我还想说这样的人都注重养生 我们这天然的东西 这样的爱心活动 不但让老人们吃得很开心 也在制作汤圆的过程中 感受到了佳洁的温暖气氛 东台新闻陈敬夜路野相报导